常念为经,常数为典 为你导出前人的道德梦想与生活智慧 朱兆章与你解救经典 解救经典主持朱兆章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解救经典第十七集 今天我们继续讲关于论语里面的重要章节 上一次我们都略略提到 讲到瑜伽的一些花碎的时候 就提到孔虎菜 当然有咬就要有酒 令到我们都想起孔虎家酒 曲浮的酿酒业历史非常悠久 有文献的材料讲已经都有两千多年 而孔虎釀酒是始于明代 孔虎釀出来的酒 最先是用作祭孔之用 后来因为酒房孔虎的达官贵人比较多 都要留下吃顿饭 这些孔虎家酒逐渐又转为 盐籍上所用的饮用的酒 清代乾隆皇帝曾经先后八次去到曲浮祭孔 一来为弟子,而者为神功 为何呢?因为他的女儿嫁了给姓孔 在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去到曲浮祭孔 就是1790年 他就顺便去探望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嫁了给七十二代显圣公孔献培 在招待乾隆皇帝的宴席上 这位女婿孔献培就拿出孔虎家酒 来款待这位皇帝岳虎 乾隆皇帝喝了之后 对女婿的这种家酒赞不绝口 矽间就对孔献培说 以后你赴经的时候 就记住和我带几程这些孔虎家酒 还有不要忘记那个西关的小羊羔 后来孔虎每年去到皇宫进贡的时候 一切皆面 唯独孔虎家酒和小羊羔不可缺少 因此后人所说的羊羔美酒 其实就是讲这一件事 我们今天继续讲论语里面 李仁篇的重要章节 我们讲两条内容经文 我们先听第一条朗读部分 只若不患无畏 患所已立 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呀 我们刚才听了朗读的部分 大概的意思 我用今天的说话去讲 就是说孔子曾经这样说 他说一个人不需要担忧自己是没有职位的 而应该担忧自己究竟有没有一些能够站在朝堂上的本领 和被人尊重的才能 也都不需要担忧别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 而应该是要求不断充实自己 给自己有更多值得别人知道的能力 大家都记得我们之前讲学仪的时候 也都提过人不知而不稳这一句的经文 正好就可以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章来对读 我们刚才讲到的章节内容 其实可以说是孔子对自己和对他的学生 经常谈论讨论到的问题 也都可以说是立身处势的基本态度 孔子并不是不想他的学生成名成家 也都不是不想他的学生能够在朝堂之上身居要职 而是希望他的学生必须要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学问 修养和才能上的培养 具备足以升任官职的各方面素质 这样才有机会来到的时候 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学习永远就是一种预备 我们学习就是要做好预备 我们做好预备之后 可以等待机会的来临 如果没有做好预备 只有被机会玩弄 孔夫子的这种思路其实是非常可取的 能够被社会人士大多数人士所认可的 应该多数都是优秀的人才 但是反过来说的逻辑就不行了 意思就是优秀的人 有时又不一定是被社会大众人士所认可 或者是认识的 有些人小事锋芒 立刻就一鸣惊人 但是有些人废尽心血就屡事屡败 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都见不少的 令我想起在韩妃子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都跟我们刚才讲的这段经文的主旨 或者主题是有几密切的联系 话说韩妃子里面说了一个故事 就说从前 楚国有一个男子 历史上就叫他和氏 大概是姓和的 他就在山石堆里面 发现了一块玉石 他就将这块玉石 就献给当时的国王 就是楚麗王 麗王就叫宫廷的珠宝鑑定师 就作出鑑定 但是鑑定师就说 这块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就并不是和氏所说的保育 听到珠宝鑑定师这样说 麗王就很生气 就以这个欺君犯上的罪名 下令就将和氏的左脚斩了 我们可以切身处地想想 如果你是和氏的话 你拿着这块石头 你认为是保育 但是对方认为是烂石的这块石头 你又会怎样处置它呢 之后武王就职位了 和氏居然又将这块石头 再次献上给皇帝看 当时武王也请宫廷的珠宝鑑定师 再次仔细鑑定 但是得出来的结论仍然是一块普通的烂石头 于是武王又以欺君犯上的罪名 就下令把和氏的右脚斩去 武王死了之后 文王就职位了 第三任的国王 和氏捧着玉石 他认为是玉石就在山脚下面哭泣 就累进而提血 因为也没有办法 已经再没有第三只脚被人斩了 在那里哭 文王听到这件事 就派人去到山脚 那里就问 为什么你在那里哭 和氏当时的回答就说 他说我呢 就不是为了我的脚被人斩了 而是感觉到悲伤 而是真正的保育 就被讲成为一块普通的烂石头 而真正正直的人就被讲成为这个骗子 他说我是为了这样的是非颠倒而伤心的 文王就再叫宫廷的珠宝鑑定家 再去仔细鑑定这块石头 今次就皇天不负有心人了 却之鑑定到原来这块真是一块保育 于是就将这块保育 就以和氏的姓氏来到命名 就细称为和氏璧的 和氏鑑别玉石的能力 可以说是远远强过宫廷里面的 愚用珠宝鑑定家 但是就没有被这个丽王所认可 还被斩了这只左脚 他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自信的精神 再次献他心目中认为的宝 但是也都再被这个武王斩去右脚 但是依然未改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自信 以累进而提血的方式 坚持自己的观点 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最后才被第三任的国王 即是文王所认可 他付出的代价都可为不少 但是他的执着坚持和自信 可以说是赢得了文王和后世人的尊重 所以在工作的崗位上 我们一时间暂时未被上司所赏 得不到承认就不要这么快气馁 我们在苛责别人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多点想一下 自己又是怎样上班 是不是日日都是迟到和早退那个 是不是有安身立命的真本领 自己是不是也有值得夸耀的资本 所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们应该承认主观努力的程度 有时候或者很多时候 是不一定和成功的概率是成正比例的 不过好像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 他说幸运的消长是诸外界的偶然之事 但一个人的幸运的造成 主要还是在他自己手里 世间其实只有怀才 未遇就绝对没有所谓怀才 而不遇的事情 遇和不遇我们都要看机会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 而我们能够把握和控制的 应该就是时刻装备自己 好好学习 为每一个将会来临的好机会 做好准备 做到问心无愧 而学有尊征 解救经典 主持朱兆章 好 接着就听听听今天 我们要分析的第二段经文 就是讲关于孔夫子 和他的大弟子 曾心之间的一段对话 那里面也都提到孔门的心法 那我们听听朗读的部分先 只若心扶 无道一以贯之 曾子若为 指出门人问若何为也 曾子若夫子之道终书已 那刚才我们听到那一段朗读部分 就是孔子和曾心的对话 可以说是 夫子就将孔门的心法 直接告诉曾子知道 那当然曾子也是心领而神会 那我们先稍稍作一个 现代汉语的简单语译 那刚才那段经文主要就是说 孔子这样说 曾心啊 他说我说的道理 其实就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 贯彻始终的 那孔子呢 说完这句话 曾子就答 是呀 跟着孔子就走了 那些同学就问曾子 因为其他同学就不太明白 曾子答是 那孔子就明白了 于是乎那些同学就问曾子 他说夫子刚才所说的 那个基本的思想 又能够贯彻始终的这个思想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曾子就答了 他说老师的道 其实就是中和树 中树之道 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代人以中树是人 四或人的这个基本的要求 可以说是贯穿了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的 中这个字呢 在论语里面出现过十七次 可见孔子都挺重视中的这个道德 规范或者是概念 中的基本意思呢 就是尽心竭力大公无私的意思 我们翻查一下说文解字 说文里面说中呢 他说中敬也尽心若中 这个解释呢 真的解得非常之具体 确切了 广运里面呢 也都说中呢 是无私也 朱熙朱夫子呢 解释中呢 就是说进己之为中 孔子的学生曾子呢 他说为人谋而不忠乎 这个我们之前呢 也都分析过这个章节和经文 里面讲到为人谋而不忠乎 这个中呢 其实就是说反省自己 替别人办事的时候呢 有没有尽心竭力呢 总的来讲 中的含义呢 其实就是尽心竭力 无私、诚实 中作为一个道德的规范 或者是概念呢 他是指个人内心之中呢 一种真诚对人 和真诚对事的态度 儒家中呢 作为一个道德规范 或者概念呢 也都包含了君臣 甚至乎人与人之间 人与国家 和民族之间的关系 而书呢 就是孔子人的另一方面的内容 说文里面讲到 书呢 他说书就是人也 直成呢 就将书和人 就画了一个等号 这个人呢 就是四画的人 朱熙朱夫子的解释 就是推己之为书 那中和书呢 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所以夫子说呢 一以贯之 而曾子呢 就能够揣摩出这个一呢 其实就有两方面 就是中和书的 那中和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呢 我们刚才都说了呢 中呢 就是自己内心 对人和对事的真诚态度 以及呢 用这种态度 去到诚实地 为其他人 谋事作事的行为的 而书呢 就是以自己的人爱之心 去推度别人的心 从而正确地处理 人制之间的关系 和諒解别人 不周或者不妥之处的 在中和书之间呢 书呢 是比较难做到的 我们不妨呢 多加以发挥这个概念 那在儒家的书道里面所说呢 其实书道就是将心比心 亦都可以说是 严于律己 欢以待人 又要以己度人 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 或者概念 那这种道德规范 或者概念呢 是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或者是量解 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书道的价值呢 而且将它实行 在现实生活之中来实践的话呢 那就可以消除人 和人之间的隔阂 亦都可以化解 人和人之间 某些不必要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亦都可以变得更加和谐的 现在的人做事呢 有时都比较冲动 从来都不考虑后果的 有时候更加好像吃了炸药一样 做少少事 遇到少少不妥当的情况呢 即刻动辞呢 就说又要投诉啊 那这样 宽恕呢 似乎呢 好像没有了现代的应用价值了 那法国十九世纪的大文学家 文学大师 如果呢 亦都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很值得参考啊 他说 世界上面呢 最宽阔的是海洋 而比海洋更加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加宽阔的是人的空怀 那如果这句话呢 虽然说得比较文学和浪漫 但是也都不无现实的启示 说到宽恕别人呢 其实呢 都是等于善待自己 其实生一个人呢 都很辛苦的 这个道理呢 需要我们用心去到品味 和慢慢体会的 宽恕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呢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甚至乎要将怨气啊 或者是仇恨啊 由心里面将它驱赶出去 改变自己多年来的思维习惯 的确呢 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和广阔的胸襟的 事实上 没有宽恕 我们又怎么会有快乐呢 书呢 其实也都不只是原谅那么简单 或者那么片面的 它也都可以进一步 理解为呢 同理心 这个理呢 就是道理的理了 所谓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因此孔子讲的书呢 其实也都包含了 《顏冤篇》里面呢 所讲到的 《己所不欲,物思于人》 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谓《己所不欲,物思于人》 其实就是推己及人的一个 重要的分析或者解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千万不要加注于别人身上 例如 你不喜欢别人对你没礼貌 那你也不要对人没礼貌 那你不希望别人取笑你 你要怎样呢 你也不要先去取笑别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 能够跟其他人建立一个和合 和谐和好的关系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话 社会自然一片长和 我们经常都讲 将心比己 又说人心欲造 其实这个实际上 就是在推行《己所不欲,物思于人》 这个树道的精神 但问题在于 世道人心往往是反其道而行 那么反什么道呢 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世道人心 妹妹 往往是反夫子之道而行 一般 刚刚相反 就是说 自己不想做的事 就找人笨 找别人去帮自己做了 自己不想要的那样东西 就巴不得快些转让 或者是卖给人 相反 自己想做的事 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是那么愿意 和其他人分享 基本原因 其实就是在于 凡事都很少为他人着想 而是为自己着想的比较多 那么说到底 都是自私 这两个字作怪 就是 《树脚底》讲故事 《树脚底》讲故事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故事 就讲到一个 七十岁的老人家 就扮世蚊子 为什么这么娇的的呢 那么这个故事 大家可能都略略听过一下 就是讲关于 《树脚如亲》的故事 先讲一下一些背景的资料 话说在京门城西藏山 有一处幽静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 《老来山庄》 这个《老来山庄》 这个《老来》 就和我们今天 将会讲到 《树脚底》讲故事的主角 《老来子》 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老来山庄》 传说就是春秋时期 楚国明是 《老来子》隐居的地方 《老来子》 生活的社会 或者时代 其实就是 在一个 发生急剧变革 变革的春秋时代 而《老来子》 因为看不惯 这些诸侯兼兵的事 亦都看不惯 那些曾名俗利 那些人的嘴念 所以就愿意隐居 在京门的杖山脚下 读书耕田 逢养相亲过活 作为一个忍事 自然清高 都值得我们尊敬和留意 但是更加难得的 就是说 《老来子》 已经到了七十岁的年纪 但是平时聊天 讲话 从来不会在父母面前 讲自己已经老 事实上 人生七十古来稀 事实老来子 都已经很老 但是作为她的父母 年纪一定比她更大 所以基于这个孝道 和基本的礼貌 或者家教 老来子 就绝对不会在 年纪老迈的父母面前 讲这个老字 这个其实也符合了礼记 里面所说的一句话 礼记里面曾经这么说过 父母在互然不清老 父母在互然不清老 其实这个在逻辑上面 都是对的 因为世间做人子女的 在逻辑上面 必定是比自己的父母年轻 所以如果做子女的自己都说 哎呀我已经老了 令到年纪老迈的父亲 或者母亲都觉得自己 哇死了 好像更加闻到棺材香 都好像那头近似 好像有些不长的御兆 或者好像不断在讲 父母快要死的事实 所以在礼记里面讲的 父母在互然不清老 这个其实很符合逻辑 亦都是极有生活智慧的 我们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面 看到老来子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都是奉行礼记里面的这个教导 所以在父母亲的面前 就不讲自己老 但事实他是老 他有老的时候 人老 职鬼老就靓了 想些方法来哄一哄父母 老来子如何实践他的效幸 话说他经常会穿一些 五色灿烂整齐的衣服 故意扮成一个小蚊子的形态 就在父母眼前来环洒 并且做出小蚊子环洒的样子 或者跳皮白艳的样子 来哄父母亲是开心的 有时候就更加是 担着两桶水 走上中堂那里 父母就在中堂那里立福 他就担着两桶水走过 并且假意滑倒 水桶打回了 自然那些五彩的衣服 会引到双亲或者两老会那么开心呢? 我们会说,两老会不会有些不近人情啊? 要个七十岁的儿子,特意担着两桶水,滲滚来给自己看 我们经常都说,看二十四孝类似这些经典文献 有时就要当是一个寓言故事去看 其实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不是真的说 两位老人家那么喜欢看自己的儿子扮小蚊呢? 其实就不是的 如果我们追完数债的话 其实这对父母最主要就是很珍惜和这个儿子共度过的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今天可以用拍视频或者拍照片 可以留下这些影像,以前的人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和子女最开心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就是童年时候的回忆 所以老人家有时什么都觉得不开心 但是当一想起,小小子扯大这个儿子的时候 当中遇到很多的酸甜苦辣的时候 就自然就笑了 所以老来子都很可能是捉到这个心理上的需要 所以就扮小蚊子 刺激回父母的记忆 想起,我小时候照顾这个儿子的时候 都遇到有这样的乌龙的事 都觉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多于一种生理上的需要 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子女和父母 其实是需要有心灵上的沟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沟通也是孝的一种表现 老来子知道父母年事已高 要哄父母开心 这个孝心可以说是无庸置疑的 当然沟通也是很多的方法 要娱乐父母 又不一定好像老来子那样 担两桶水扇堤 但也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送一部几十寸的大电视 或者是超级的高中低音音响给父母 其实父母要的还原基本部 很多时候都是要求和子女聊聊天 我们跟父母讲一下过往的一些童年的往事 大家翻一下旧相簿 看看里面那些鸭住尿布 甚至乎大家一起去哪个公园玩的那些旧照片的时候 美好的回忆已经令到父母是非常之开心 那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父母聊天 又是多少日或者多少年之前呢 我们今天解构经典分析了两个章节 亦都讲了老来子气彩如亲的故事 下一节我们还有更加重要的章节 更加有趣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 有兴趣的听众 记住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解构经典 拜拜 解构经典 原文朗读钟伟明 主持朱绍章 编导欧海星 监制郑启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启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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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